最近我用得到的東西 就是什麼 安全帶 有客製化的 後面等下很多 還有一些門板的修復那些 這一個呢 是BMW Z3的把手 土砲修復 這真的很慘 有點像我在用的東西 已經買不到芯片了 你現在手上這根二手架 那這個呢 是BMW Z3的門板 它當年說實在真的設計不了 這麼一大扇門 它就一根螺絲 修自己的車修到之後 才變成開這個電吧 對 沒錯 也一發不可收拾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八億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耶 大家好 我是柯P 很小事的柯P 今天來到如洲這家店 之前在我們的廣告那邊 有跑過去 太快了 秀的鬼啊 最近我用得到的東西 你知道嗎 安全帶 有客製化的 你看看 後面等一下很多 還有一些門板的修復那些 我看到這個 好開心喔 你看 就好像 男生看到玩具一樣 你知道嗎 超多的耶 你可以虛化一點 比如說LV可以嗎 這個應該很簡單吧 我知道我假設嘛 我說我要的嘛 虛化嘛 我要 卡通的 還有大麻煩 但是就很多你看 水藍色 深藍色 黑色 還有橘色 黃色 紫色 紫色 紫色蠻帥的耶 還有那個比較燒包的粉紅色 最下面那個是什麼 我們的日食 綠色綠 對不對 日食綠色 對 剛開上我看一下他最喜歡這個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沒有錢的人看到錢都會喜歡 應該是這樣 客製化你看這個可以送到我們的車上吧 哇 AMG AMG又有分黑色 AMG很多耶 還有這個黃色的 還有一個黑加黃的 這金龜車吧 對 應該是吧 Valslogan BMW Empower有沒有 這個我去覺得菲亞特可以裝 哇這個 最愛是什麼 吳老婆 哇塞 有夠國腿的 平常搞不好放面 這是小三章 啊沒有 看不完 我那要請那個孫店長 對 好 去找他 我趕快去找他 開心今天請孫店長出來 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安全帶早期是尼龍 現在已經改成高彈力的 高磅速的 我們叫做迪輪 所以用迪輪的材質去編織的織帶 那織帶的話 我們以單色來說 它會有幾種的編織方式 就像我們這種呢 就是常見原廠的五條紋的 那歐系車呢 他們比較喜歡不要有條紋的 像這個 這就沒有條紋 這就是編織紋路 但是其實他們的材質是一樣的 只是插在編織的方式 然後跟樣子而已 當然你說數據上會不會有差 會有一點稍微性的差別 但是你就退一萬步來看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因為國家標準的話是 1500公斤 我們有拉過原廠的安全帶 那曾經拉過是1900公斤 那我們的安全帶 那上面的材質跟我們的單色 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們有分了材質 材質它沒有辦法共用的 像這邊的是2200公斤 這個是SGS做的檢測 上面是ARTC做的檢測 這個是2800公斤 就是我們的送檢報告的 口說無憑嘛 對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有去檢查的 但是有去測試過 OK合格的 這裡 2800公斤 那我們也有把安全帶給拉壞的 給帶回來啦 這個就是ARTC 對 拉壞的安全帶 測試有拉過就對了 對 我們在賣的車有些會有一些 這樣有需要更換嗎 其實有一個誤區 就大家一直以為 安全帶可以用一輩子 沒有那麼好 沒有東西可以用一輩子 安全帶的壽命大概在3至5年 所以3至5年的二手車 或者是就是有正常在使用的 它旁邊就開始有起毛邊了 可是肉眼看 99%都是好的 那幹嘛要更換 其實安全帶它兩側 是有高彈力魚線在裡面的 民眾可以自己拿 自己的安全帶可以看 左右兩邊大概1M的寬度 它的編織方式不是不一樣的 它裡面有一條高彈力魚線 也就是我們圍巾 這邊要打結要綁的地方 它就是綁在那個魚線上 那我們旁邊是起毛球 其實就是纖維斷裂 它才會起毛球嘛 斷到大概1M的地方 魚線斷掉了 啊 是啊 這個安全帶其實看起來是好的 那它其實也就壞了 這邊是不是等於是已經開花了嘛 這邊魚線沒有了嘛 所以我們只要這樣一拉就開了 到這裡之後怎麼拉不動了呢 因為這邊打結了 高彈力魚線如果斷了 它其實是用力一拉就開了 它就不安全了 所以如果民眾安全帶有起毛球了 有起毛鞭了 就盡快換掉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 有些人會說它沒有起毛鞭 但安全帶怎麼回收 大家最困擾的應該是這個 有些彈力不足嘛 對 彈力不足回收不回去 那有些人覺得還好 可是雙門車 它只要彈力不回去 你後座下車就半倒 我們曾經有一個客人 就是後面載了家長覺得他半倒 差一點被車黏過 對 就是非常的危險 那個就是安全帶 已經老化硬化了 當然大家可以把安全帶拉到最頂 正前方我們這邊是最常用的 拉到最底的那邊就是沒再用的 你可以去捏一下它的柔軟度 跟你前面去做比較 你知道捏得出來有差別 前面就是硬化了 因為它的拉力放數也就降低了 或者是你關門那時候 卡到板筋就凹下去了 那邊非常的難修 對 遇過了 對 這個頭會卡到那邊 收過去 門關起來就卡住了 那我們個性化安全帶 其實不只這些 我們在官網上面還可以看到更多 但由於擺不下吧 嘿嘿嘿 對 所以這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對 這只是冰山的一角 然後我們大概每一兩週 都會有許多新款的安全帶 擺在我們的官網上面上市 然後我們單車的部分 也有60多款可以選 已經算是全台灣最多的了 我們也有在跟同行在做配合 像下面這一排 這個呢 就是前兩天我們同行拿過來 請我們在做更換安全帶 還沒換 所以就先暫時擺在這邊 這都是原廠的嘛對不對 對 這些都是原廠的 然後下面那個是4.4的安全帶 那4.4安全帶 我們現在也在做研發 那之後也會向一般民眾販賣 那這個是什麼用上去 是用影印的還是印刷 還是什麼之類的 其實印刷它只是一個統稱 安全帶呢 其實我們這邊可以看到非常多款 但它其實是用不同技術做出來的 有的是編織 有的是用完全染進去的 那其實我們這邊大部分 它是算染的一種 所以它的色勞度可以達到5級 也就是說它不會掉青 所以這個可以放心使用 它是不會掉色的 編織那當然它就更不會掉色 就像我們單色的 就是屬於編織的 有雙面的嗎 就一樣的沒有 都是單面而已 因為我們這邊只是單純的做展示 它其實是有雙面的 這是小丑嘛 它的背面 EJC就是我們的牌子 它其實這個就是雙面的 像這個就是我們有做雙面的 所以顧客可以去選擇 它要單面還是雙面 因為我們在製程商的成本 會差非常多 所以雙面會比較貴 對雙面會比較貴 所以雙面的話 會多倍嗎 還是多多 是不到一倍啦 其實我們在台灣販售 因為這最主要的我們是做外銷 台灣做販售 其實都是算成本價在賣給台灣民眾 就希望這個市場能夠被拓展開來 這個盒裝是我們顧客跟我們訂購的 那我們打開來就方便我們知道 裡面是什麼 如果不會安裝可以像這一個客人一樣 就是拆解下來給我們 那不會拆其實也沒關係 YouTube有蠻多教學 而且我們現在也把手上的拆裝資料 再慢慢跟民眾說 該怎麼去拆解 拆解它不會影響到你的車價 而且它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六角色我們卸下來 總成拿下來 直接寄過來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到輔安裝 這個有辦法自己 比如說我在家可以 假設你機動機 我可以自己安裝嗎 這個其實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縫線 但是這個並不是一般的縫紋機 能夠縫上去的 我們縫紋機它是 或者是安全帶專用的縫紋機 才能夠使用 所以這個寄給一般民眾的時候 他們還是需要拿給附近的內裝業者 只要是內裝業者 他們就會處理 能夠做的就是把安全帶拆下來 寄給我們 我們施工完了之後 再幫你寄回去就可以了 安全帶拆下來 裡面的總成就長那樣 大家應該會比較好奇 裡面到底長怎樣 有些人會覺得 安全帶好像是A4紙 放一張紙就可以 其實它沒有那麼容易 為什麼要寄過來呢 這邊是彈簧 另外一邊是齒輪結構 這邊就是炸藥包 如果車子翻覆的話 炸掉之後就直接鎖死了 那我們安全帶就是從這邊穿過去 然後在這邊拉出來做縫製 縫上拉回來卡住就可以了 所以還是要縫 就是那種穿進去 沒有辦法就是一定要縫 這個畢竟要到2800公斤 所以一般的縫機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不是 不是想像那麼簡單 我想拆下來裝上去就好了 安全帶就是要保護我們自己的 不是說隨便亂拉 保護不了自己也是一個安全意義 有些東西壞掉就是要更換 有些安全帶收 繫好之後放掉 它到一半就卡住了 是這個的彈簧壞掉還是 其實它並不是彈簧掉 大家不要把總成換掉 沒有關係 其實就是安全帶已經硬化了 安全帶上面還有一個導向環 導向環也是磨損件 那這些在我們這邊也都可以做更換 就沒有必要去換這一整顆 因為這整顆取得真的非常不容易 像我想要買這一顆 要等一個月 因為這個是管制品 這邊有炸藥 所以你不管是哪一台車你要訂 不管從日本訂 德國訂都好 都要一個月 然後這一顆非常的貴 大概兩到三萬塊 一般的可能比較便宜 可是如果活躍的會比較貴 基本上近十年的車 全部都標配這個 後座可能會沒有 然後我們這個商品 也是可以解決掉有一些人的困擾 就是有很多人跟我們反映 喜歡安全帶 副駕駛沒坐人 或者是有一些B柱會被撞到 因為安全帶插銷一直撞B柱 B柱變成坑坑巴巴的 這個就可以很好的去調節 你的插銷要放的位置上還是下 原廠是沒辦法調整的 它就訂在那個位置 就是一個扣子 對 但原廠那個位置 其實不一定合理 每個人的高度不一樣 前後座椅做的也不一樣 這是固定的扣 我們的本業 本來就是做汽車 因為我店名嘛 想玩車 汽車內裝修復 那我們本身就是做汽車內裝修復的 譬如像底下的雷射雕刻 是拿來我們做環保材質 像馬沙拉蒂的一些按鍵 那這邊就是3D掃描 一個是藍光的掃描 一個是紅外線的 他們就是分別掃小物體 跟整台車的大物體用的 那我們廠內正好有一台車 是在做3D逆向建模的 對 這一個其實就是BMW Z3的把手 這個就是土砲修復 可是真的很慘 有點像我在用的東西 那它原廠是長怎麼樣呢 它原本是長這個樣子 可以看到這裡 怎麼都沒有了 就是其實是早年的設計不良的問題 因為原廠的直鎖一根螺絲在這 所以你拉門的力道都是在這 所以這個會整個幫掉 土砲修就是這樣修 但沒有用 這個去買 其實買不到新品 已經太舊了 價格非常高貴 你現在手上這一根二手架 1萬5 好肥脹 扎回來了 你現在是反折鎖起來 鎖起來就卡住 可是這樣用力一拉 因為它只有彈性 它門就會一樣會動 像這個用上去就不會了 鎖上去就這邊固定了 就可以拉 但它強度夠 強度的話保證夠 因為這個其實已經裝車一年半了 有一個就是細紙的車主 這個就是它提供給我們的 這個就是它原本去找人家修復 修復完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提供給它了一個這個 也順便請它幫我們做實驗 暴力開關車門 已經快兩年了 目前把手都沒事 Z3M版它又比較特殊 它是有包皮革的 所以它尺寸就不能拿這個 它雖然都是Z3 但是它有分敞篷版 就是一般的1.9的版本 就是這個不是真皮 因為沒有縫線 那真皮的它的尺寸就又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又在特地開發了第三版 我們就可以把它去裝進去做使用了 這個就是我們在調整這個洞的大小的尺寸 正在做測試 這樣子就可以放進去 卡上去 然後我們在邊上皮革 它這樣就可以上車了 像這個的部分就是3D逆向修復 是只有我們在做處理 所以它這種公尺也是比較長一些 看起來沒有什麼東西 可是要做的很麻煩 它有一些版本又不一樣 不是說這次做出來的時候全部都一樣 它會改版一下開關又不一樣 就放進去 這個小孔的 這是大孔的 測試過了 1年多喊 那是部分的 後面呢 這個就是我們電力使用的皮革 一個是NAPA 也順便教民眾怎麼去做分辨 因為有蠻多車主跟我們抱怨說 坊間提供的NAPA好像不太對 那我們要怎麼做分辨呢 我們可以去看皮革的側面 看這個側面呢 你去看它有沒有很明顯的分層 不同顏色看起來不同材質 至少知道它是不是蒸牛皮 所以是有很多分層才是蒸的 沒有 沒有分層才是蒸的 有蠻多的都是說是NAPA 但它其實是NAPA皮紋的合成皮 在表面 背面是用蒸皮 所以其實它也沒騙你了 是蒸皮 但它是屬於一半蒸皮 一半合成皮 但實際上它們的蒸皮 是我們一般牛不要用的材料去做的 這個就是牛的頭成皮 那牛的皮革其實當然沒有那麼薄 這個是我們去削 削完了之後才這麼薄 才可以用到我們汽車內飾上面 否則它非常厚沒有辦法用 那底下削掉的那一部分 就會被不肖業者拿去貼在背面 它就會拿背面給你看 因為蒸皮嘛 打火機燒也有牛皮味嘛 我笑的拿這個蒸的給你看 用上去是假的 你也是看不出來 對 包上去以後不是沒辦法發現了 現在合成皮其實做得非常好 在表面其實是看不出來 耐刮程度也會比較好 但是它畢竟是合成皮 有蠻多的會有水解的現象 有點像是大家去夜市買那個皮大衣 沒多久就開始剝落嘛 對 蒸皮的還是比較耐用 並且它透氣 所以比較高階的車子 它的座椅都會是使用蒸皮的 這個用起來應該很貴 以前進口車稍有用的 現在都是合成皮比較多了 現在進口車 一年難進了 這台就是保時捷911的門板 保時捷其實有個通病 原廠也不願意做改善 所以一支算傳統流程到現在 所以會這樣就是表示 這一台是正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門板這裡怎麼翹了一點 我們翻過來看 可以看到它已經開了 那它這一塊它算是用壓制給壓出來的 它背面是EVA泡棉 表層的這一層就是類似皮革的這個材質 紫外線曬久它會收縮 收縮就一直往往這個方向 往後扯吧 往後扯它就打開來了 那這個處理方式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黏回去就好了 可是黏回去的膠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要慎選壓的方式也非常重要 否則它會凹凸凹凸波浪型的 長土泡人就知道了 對 修復來講這個算最簡單的吧 對 這個雖然是算最簡單的 可是我們很常會遇到 二次修復 三次修復的 說起來非常的困擾 因為它膠黏嘛 強力膠或三秒膠黏上去 其實都是不太對的 在送來給我們要做第二次第三次修復的時候 它其實也非常難修復到 原廠該有的樣子 我大概知道我可以補充一下 假設第一次給它用應該會比較簡單 如果給人家修復兩三次 它要再處理前面的會更麻煩 對 非常的累 三秒膠或者強力膠什麼鬼的 它都要處理乾淨才可以修復 第一次來應該會 又快又漂亮 修復完之後就跟原廠一模一樣 看不出來 然後之後也不會有再有開的這個問題 會不會時間一久這邊就跳起來 會 嘿 你問到重點了 這個會 所以呢 我們會把還沒有開的地方也撥開 對 也撥開全部處理 這個是老闆好 你知道嗎 假設我好 你這邊壞我幫你修這邊 改天這邊壞了 我再修 站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這樣 都拆下來了 為什麼不宜師把它做好咧 沒有 是你有良心 如果是泰山就沒有這樣 哪里壞修哪里 聽起來很合理啊 沒有錯啊 別的門板 有別的問題 內裝其實問題白白走 這個我們就非常的常見了 這個呢 就是環保材質啦 那大家會覺得 是不是坨膠 它其實不是坨膠 膠沒有環保材質 這個呢 海綿黏黏的 它原本是皮革 海綿 然後海綿黏在塑膠板上 蠻多一般民眾跟我們說 膠塗一塗 黏上去就好了嘛 但黏上去的時候它就會非常奇散 到處都是 而且有一個重點就是 環保材質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們一定要清除乾淨 自己吐泡也好 或者是就是找店家做也好 那你要確認就是 它的環保材質是有去除乾淨 有點像是 我們拿膠帶去沙灘黏在沙地上 黏得住嘛 黏不住嘛 一拿就起來了 所以底一定要處理得非常的乾淨 那再換上新的泡棉 然後這個圓皮呢 我們就不換了 再把它重新的再黏回去 否則它會有色差的問題 畢竟這只修復右邊 左邊咧 所以皮革它是有新舊差的問題 其實最少它當只做的啦 就顏色會比較接近 對 原廠基本上會使用一隻牛在這個車上 盡量它們不會用不同的牛去做 不然一定會有色差 其實原廠你其實就比較前後座會有色差 為什麼 因為前座後座是不同的牛 那這個是編的Z3的門板 就是這一台 對 那我們把它拆下來 那這個就是把手壞掉了嘛 我們看背面 就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要鎖一根螺絲的 它已經斷了 對 已經斷裂了 第一個是脆化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當年說實在 真的設計不了 這麼一大扇門 就一根螺絲 它拉之後去扯這個門 這個門呢 再透過四個這個卡扣座 對 那卡扣座會不會爆掉呢 爆掉了 嘿嘿嘿嘿 這個也爆了 所以一個問題不修 就會延伸到其他地方去了 跟車子一樣嗎 幾行不要用 越用越幾行 這個膠是不是 這個膠其實是被修復過的 這個是引擎的墊片膠 可以看到軟軟的 這種修復方式不是對的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環保材質要處理掉 那這個膠呢 我們只講戳下去 膏狀黏黏的 然後現在撥這一個 哎唷 開了 所以它打這個膠 其實是沒有任何作用的 對 那這個行車中間 叭叭叭叭叭的聲音 這些膠都要重新清掉 清掉了之後 再用我們的膠再上去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剛剛一直強調就是膠很重要 有幾個重點就是它不要太硬 太硬它就會太脆 就是上面有膠嘛 然後它不能像這種打施力控 它真的太軟了 比如說維修的東西 應該是用爆架的吧 對 因為沒有看到 其實真的非常的難做顧駕 像之前有二次施工三次施工 你再拿你的假期應該也不一樣 處理的時間會更久 更浪費時間 還有一個啦 我們今天你看 就是我們的 這個就 超級戰損了 因為這個整個都不見了 到時候我們這個 再請孫店長 我幫我們看一下 看有沒有舊啊 盡力舊啦 把這一塊給3D列印出來 那也許有機會 對 但還是要試試看這東西 對 因為 這不是一個產品做買賣嘛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發意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看你對這個老車都很有研究 你應該是有在玩老車對不對 有 確實是買了蠻多的老車 因為我覺得老車它有一種就是現代車沒辦法取代掉的 可能現在因為成本就都砍掉了 這台是我其中一台 這台Saba 油先賣掉一下還持有 像BMW Z3 就非常喜歡它的外型 然後就買了兩台 然後3000GT也買了一台SLK 當然他們的車價都不是說什麼特別貴的車子 但是他們每一台車其實都有特別的樂趣 但他們都有個大通病 內裝真的有夠爛 確實修過蠻多東西 這邊就修一修 就從自己的獨立工作室 然後車友越來越多了嘛 所以就變專門在做內裝 但是修自己的車修到之後才變成開這個店吧 對 沒錯 也一發不可收拾 頭洗下去了就出不來了 酒變成良意 自己一到最後變成專家 這台是93 對 這台是93 而且它是2.8的版本 所以在台灣其實沒有幾台 陸地飛行器 內裝其實有很多 現代車就沒有 譬如360度的葉片 自飛架 都是這台車的一個特色 這個我們之前有拍過好幾台 可是長毛的還真的沒買過 再來內裝呢 我們也是盡量保持在原廠那樣子 其實也修復了蠻多東西 在內裝上面 整個的完整度都很棒 這台車也花了不少錢在保養它 在前前後後 50萬應該差不多 所以像這個燈呢 我們也是換成 就是新的 對 換了全新的大燈 這台車其實沒什麼缺點 唯一硬腰腳缺點它就是 引擎真的特別大顆 引擎是全塞滿的 一點縫隙都沒有 原廠是250匹 2006年的 快20年前人家可以200多匹 一樣存機 驾是一樣的 它沒什麼渦輪延遲 唯一這個洞而已 其他沒了 沒有 我看過去就只有這裡一個洞 其他都滿的 這個 沒有 對 手就 去不去 想修是有點困難 比較困難的就是 你只要換零件 基本上都要下引擎 不過它耐用度也沒有 大家說的這麼的不好 它其實耐用度非常的好 到現在也沒換過什麼東西 只是說有一些東西它就是 老舊了 老舊了它沒壞 當然就看得不爽了就換了 這是對老舊的堅持 不管有沒有開 我覺得要把它保持很好 隨時要開就可以開 這樣就對了 而且那個店長 介紹我們認識這麼多的知識 不會不會應該 有些安全帶 看起來沒什麼 可是就是有些協問在裡面 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就是內裝的一些小知識 跟我們的困難點 喜歡的人可以搜尋 想玩車 玩車就想玩車就對了 有任何內裝上面的問題 都可以詢問我 有一些東西雖然我沒有辦法處理 但我們知道 有誰能夠處理 或能夠正確處理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玩老舊 我很不希望它被不正確的方式 去做修復 也希望大家的老舊 能夠健健康康的 好 再次感謝 對啊 不會不會 電腦那種介紹會很仔細 對 我們的K8要來裝安全帶 那這個就是我們幫柯P K8設計的安全帶 外觀就是一個我們車庫 車庫打開門了 就跟我們想玩車一樣了 滿滿的工具 大家車庫是不是也希望這樣子呢 這個是背面 這邊是正面 那我們中間呢 這裡 K8 K8有沒有看到 無線 對 無線 這個就會在胸口的位置 那個店長有說 以後我們的空隧車 換你這個 剛剛講的有毛邊啊破掉了 就可以來免費外販安裝 我們又多一個干擾 我會希望大家能夠安全啦 然後並且照顧自己的老車 總是需要有人解決的嘛 店長對我安心 幫我們一起做安心 謝謝店長 都說一樣喔 網址記得要放上去 喜歡的話就可以直接稍微看一下 喜歡這個影片記得幫我 訂閱分享開小鈴鐺喔 Yeah 拜拜 拜拜 氣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花藝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地表最多的 中心拍攝 比特目的 當中心拍攝 機能放下 Homos 地表最初心拍攝 дорог i know what is wrong anywhe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